既然我选择了让你叫他 自然用人不已 更何况 还有谁 能比人做事更了解安国呢 八五花演员刘诗诗 搭档青年小生刘雨宁 另有诸多的实力派演员助阵 一念观山刚开播 就成为热议的话题 只是 两天时间下来 一念观山的口碑 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部分观众认为 整体的质感不错 而且故事设计有看点 有很多的冲突和起伏 也有部分观众认为 前期的节奏相对较快 但后续的剧集越来越慢 甚至有些拖沓 一些细节的设计上 也能看到处处透露着刻意 有很不真实的感觉 我认为 一念观山 已经超过了太多的古装武侠剧 尤其是人物群像 设计上更出彩 剧中有不少耳熟能详的知名演员 主角刘诗诗也是热议的焦点 而在近两天的讨论中 气质和古相对角色来说 有多重要 看看36岁的刘诗诗 和30岁的陈都玲就知道了 谁能想到 刘诗诗已经36岁了 可她的脸上 完全没有岁月的痕迹 依旧透露着自信和灵动 在一念观山这部剧中 刘诗诗挑大梁 单纲女主任如意一脚 刚出场的时候 有着紧致的妆容 在人群中翩然起舞 动作优美 舞姿轻盈 让人一不开眼睛 从古相上来看 刘诗诗的颜值 的确很抗大 有着标准的鹅蛋脸 五官立体且精致 面部线条柔和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过去 都有优越的古相条件 正是这种高颜值 也让她的气质相当出众 可以清冷 可以柔和 能轻松驾驭 不同类型的角色 就像任如意这个人物 短短几集 就有多种特质的呈现 任如意是安国朱一位前左使 足智多谋 有着一身高强的武艺 就算面对众多人的围追堵截 她也毫不畏惧 当她为了不暴露行踪 躲在水缸中的时候 被一刀刺穿肩膀受伤 而此时的任如意 也忍无可忍 瞬间出击 几个简单的招式 就放倒了对方 此时的她眼神冰冷 带着复仇的杀气 第一次见到宁远州的时候 任如意故意伪装成 一名受了伤的弱女子 她楚楚可怜的样子 令人心疼 在回想起过往经历的时候 眼中还满是泪水 很是单纯 事实上 任如意更像是一位女侠 当她看到宁远州和原路 遭到众多人暗算的时候 她也毫不犹豫地挺身相助 一身超强的武功 更显洒爽英姿 从剧中的很多桥段来看 刘诗诗虽然没有了 年轻时候的少女感 但多了一种成熟的美 这种全方位 无死角的美 除了给角色加分 更凸显出独特的个人气质 36岁还能有这么高的颜值 刘诗诗的古相之称才是重点 毕竟岁月不败美人 她是如此 一念观山这部剧中的女性配角 可不算少 除了颜值担当刘诗诗 这几位也可圈可点 像仅有24岁的青年演员 在剧中饰演公主杨颖一角 因为本身就比较年轻 所以看起来少女感十足 她的长相也颇具辨识度 即便是女扮男装 杨颖也多了几分可爱 尤其是即将去往安国的路上 她因为学习太多的条条框框 而压力倍增 在见到宁远舟之后哭了起来 眼泪直流 还有陈晓云饰演的初贵妃 也是不小的看点 只不过 陈晓云一出场的时候 争议就来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她的颜值 没想到脸上多了科技与很活 鼻子假的不能再假 真是越看越出戏 同样被吐槽的 还有陈都玲 她在剧中饰演的皇后萧颜 虽然有不少亮点 但完全低于观众预期 陈都玲本身的颜值不错 五官精致 立体 整张面部也给人很独特的高级感 尤其是精致的妆容加持下 完全不是少女感 这种高颜值 同样给角色加分不少 就像西出玉门中的何小玉 出场仅有数秒钟 可惊艳了众人 这短短的几秒 将她的高颜值 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 到了一面观山中 陈都玲的颜值 却开始直线下滑 完全没想到 会变成这样子 剧中 陈都玲饰演的皇后 萧颜刚出场的时候 衣着华丽 也有着精致的妆容 只是这张脸 带着太多的疲惫感 看起来很是憔悴 而且皇后这种角色设定 看起来应当是不怒自威 带着强大气场的 可陈都玲太瘦 看起来就像是少女 缺了几分成熟和大气 很难支撑起角色的特质 比如这一段 当朝文五百官 都要举件新的主子时 萧颜出现了 她仅仅反驳了两句 就语无伦次 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场面 面对威胁时 她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说 陈都玲并不适合萧颜这个角色 该有的气质 无法发挥出来 当然 她的颜值也是不错的 只是这次有点翻车 尤其是在刘诗诗面前 这种差距相当明显 一念观山 她又拿了缺爱女人剧本 柔情妩媚 却总是被虐 一念观山上线第三天 热度突破九千五百 完全可以用高开封走来形容 年底爆款古装剧的宝座坐稳了 热度这么高 除了有刘诗诗 刘语宁两位人气演员坐镇以外 编剧导演和一众配角都功不可没 剧中汇聚了不少高颜值实力派演员 而且他们的人设 故事线也都非常吸引人 每个角色都很带感 每一条支线的故事 也能勾起观众的追剧兴趣 目前上线的几对CP 全是竞技链 每一对在一起都是死罪 像任如意和宁远舟 两人互为敌国的部门领袖 要在一起 势必会要遇到不少阻力 还有吴国丹阳王和萧皇后 摄政王喜欢上黄嫂 书嫂恋竞技感拉满 最带感的莫过于 安国初贵妃和李同光这一对 初贵妃是安国国王的宠妃 却喜欢上了夫君的外甥 两人见不得光 只得偷偷摸摸 这才是谈个恋爱要命的那种 初贵妃是沙西部尊贵的公主 因为家族利益 被迫嫁入皇宫成了安国国王的宠妃 但安贵妃并不喜欢安国国王 算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但他又觉得很寂寞 在宫中多年 依然对白月光将军念念不忘 而这个少年将军 是国王的外甥李同光 设计与他深夜私会 流露出对他的战友欲 李同光因为父亲是面首 骨子里充满自卑 但又心高气傲 觉得自己比表哥们都要强 为了上位 他不喜欢出贵妃 却花言巧语哄骗他 表面深情却只是利用 实则连碰都不愿碰一下他 心里只有自己的师父人如意 而安贵妃也清醒地知道 李同光并不喜欢他 但他还是情难自异 哪怕知道他对自己 只是利用没有真情 他也愿意就此沉沦 只要能见到他 和自己还有牵绊 自己孤单时 能在他肩膀上靠一靠 就满足了 安贵妃在这段感情里 是十分卑微的 得不到人也得不到心 他的感情见不得光 而且后来圣上还将自己侄女初月 赐婚给李同光 对于他来说 心在滴血 这份感情只能隐忍了 初月不想嫁给李同光 意见颇多 他还要忍痛告诉初月 李同光有多好 看起来楚楚可怜 可对于初月来说 还真是假之蜜糖 以致披霜了 安贵妃扮演者 是大家熟悉的陈晓云 剧中她肤白貌美 五官精致 明艳的妆容搭配额头上精致的花垫 更显娇唇可人 加上声音也是娇滴滴的 言谈举止都娇柔妩媚 她一开口就是温柔绵软 光听声音 就有种让人沉醉温柔香的冲动 这样充满风情的宠妃角色 陈晓云驾驭得很好 可惜能够获得皇上圣宠 却得不到心爱之人的垂青 记忆中 陈晓云已经演了好几个这种爱而不得 楚楚可怜的角色了 每一次都很虐 不是虐身 就是虐心 让她获得广泛关注的角色 就是胡珠夫人 一人分饰姐妹花提兰 子簪两个角色 惊艳了不少人 提兰是弱小不足 树出公主 自幼不曾得恋爱关注 却因与异母姐 容貌孝似 被送入大纸和亲 但容貌 未迎戎宠返成祸根 递续把她当艳品 怨对恨毒 动不动就被掐脖子虐待 还有清清日常的好家 也是一个柔情似水的角色 为了让家族颜面有光 嫁给二少主做小妾 精心装扮自己 把二少主当成东家来讨好 却始终没暖到这个冷血男人的心 对她百般虐待 甚至在她生了女儿后 把她关起来 受尽折磨 也是很惨 好在最后 李薇拯救了她 跳出后宅 成了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 陈小云今年34岁了 已经拍戏十几年 各种题材多种类型的角色 都有演绎 但给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古装剧中 这种柔情妩媚的角色 因为本人够美够娇 每次出演这种角色 总能呈现出十分撩人的效果 初贵妃这个角色 虽然戏份不多 却演绎的很有味道 也是剧中一抹亮色 这种角色的角色 是在这种角色的角色